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聊一下这样一个序列解构 序列解构算是一个蛮有Python厕所的一个知识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序列解构 让我们再前进一个文件C4.py 好那么在讲序列解构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把1复制给A 把2复制给B 把3复制给C 像这样的三个复制 我们这样的三行 有没有一个比较简洁的写法 在Path里面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 以上的三具复制的代码 我们可以写成ABC叫R3 三行代码简化成了一行 而且它并没有损失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性 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语言里面 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这个代码写的更短 看起来更精简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去牺牲一些代码的 这样的一个可阅读性的 但是Path这个语言很多时候 它就没有 它给大家所设置的这样一些语法格式 既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代码的精简 同时它也没有太多的损失 这样的一个代码的可阅读性 我认为如果你要缩短代码的话 这个可阅读性相对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损失 但是Pathom里面的话还好 你这样的一种写法无论如何都比不上A等于B等于B等于C等于C等于C 但是Pathom的这样一些格式 还是比较好的它的设计 我并不是说Pathom的这样一个可阅读性是天下无敌的 但是Pathom它的语法设计的时候 确实是考虑到这样一些便于理解方面 便于理解和阅读方面的问题 每一种语言在它设计之初 都是有一个很长的目的性 有些语言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高性能 尽量的提高这样的一个程序的性能 但是我们Pathom它设计的时候 我不能说它完全是为了这样一个写出优美漂亮的代码 但是至少来说的话 写出优美漂亮的代码是Pathom重点考虑过的一个因素 好我们现在是用了三个变量 来接收三个这样的一个数据 假设我们换一个思路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变量来接收三个数据呢 可以 然后呢 我们还是呢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呢我们打印一下 它肯定是一个TOP 那么什么是序列解包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 序列解包呢 其实呢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 把这样一个过程给反过来 什么叫反过来呢 现在的这个D啊是一个TOP 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呢可以啊 ABC 等于D 好 把一个TOP 序列参成了ABC 这样的三个数据 这个呢就是叫做一个序列解包 好 那么我为什么啊 没有直接给大家说这个序列解包 而是演化了这样的一个流程呢 这个呢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呢是因为我发现 很多同学呢 他呢可以很容易的 理解这样的一个ABC 等于啊 后面一个明确指出的 一个序列 这样一种形式 是序列解包 但是呢 却不能很好地理解 首先呢 把啊 没有括号的三个 这样一个数字 复制给某一个变量 然后呢 再啊 用ABC 来解开这样一个变量 因为呢 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一二三呢 没有被这样的一个括号过去的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序列解包了 其实呢 我们呢通过 可以的TOPD呢 明确告诉大家了 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最后 他走到的这个D呢 就是一个TOP TOP是什么 TOP就是序列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序列解包了 好 最后呢 关于序列解包呢 还有几点的小题 大家要注意点 就是呢 元素的个数要相等 比如说呢 你这个里面呢 是一二三 三个元素对比 好 那么假如说呢 你只用两个元素来接收 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啊 我只用AB啊 来接收一二三 来解包一二三 我们把前面代码呢 先将去评定一下 好 后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 看神奇事运行一下 它肯定会报错的 to many values to n type 什么意思呢 太多的这样一个 values 被动你解包了 我这里呢 只有AB 两个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只希望你反而给我两个诀 但是呢 由于呢 你的序列里面呢 有三个诀 所以说呢 是个报错的 看括号里面呢 期望是二啊 但是呢 却反而是三啊 所以说就报错了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在本节课之后呢 给大家补充一个想象的一个技巧啊 无关痛痒 但是呢 大家呢 知道总比不知道 因为呢 刚刚呢 这里呢 我刚好抢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呢 我现在呢 我再是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了 A等于1 B等于1 B等于C 也等于1 那么啊 除了我们刚刚的 这样一种简化 简化的写法之外呢 A1 还有别的写法吗 好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A等于B等于C 等于1 好 我们可以把代码给屏蔽一下 上面这个屏蔽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打印出这样一个ABC 好 我们把这个呢 上面都给它 就是这样 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清一下P 然后呢 进行 好 可以啊 重确的给我们的ABC 三个电脑辅助 好 那么我们下期会再见